一家乐林托管中心的员工就接受了医院专业治疗师的训练,能够协助乐林人士在社区邻里进行物理疗程,来看记者蓝林的报道。 在接受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之后,日间托管中心的员工更了解不同运动的疗效,而且照顾乐林人士的时候更得心应手。